工作要顺利过度试用期 这些会帮到你的 水晶用完 礼手就放在这里 不怪水晶帮不到你 水晶是需要消耻淨化和充电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如何做 看我几千条片 它会帮到你的 今天又回覆了我的粉丝的问题 Peter Sir 我本身有七色水龙珠和超级七带上班 我想通过试用期 应该带什么好呢 我想和这位粉丝说一说 例如超级七带上班 很多人都拥有一条基本 很漂亮 但它不是预望的水晶 它可以提升你的能量像 它是紫色的 另外它就说 彩色的水龙珠 彩色的水龙珠 你要留意 一定要认知高真大德 开了光 能量才能发挥轮尼尽致 不是普普通的 我说开光 不是的 你一定要知道哪位大师傅念经文炒胜水 这样才是正式的 好了 这个颜色 也不是标准的 如果你说 对你的事业 试用期 是在上班 不是爱情 不是健康 好了 首先我要说 用绿色的水龙珠 绿色的水龙珠 绿色是代表事业 这样你的事业运才可以巩固 又或者 如果你不用水龙珠 你可以 我深爱的六优零 我经常说 在28年前救过我的 六优零也是事业方面的 因为它的频率是对应你工作的 令到你顺利 容易过关 工作也都可以得心应手 所以我们 很多东西在手上 问得对 亦都要去对应 那个频率相应 这样 很多东西就会顺顺利 得理解了